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统计 上周全新通报病例数量为270万 比前一周大幅下降16% 新增死亡病例8.1万 也比前一周下降10% 但出现变种病毒的国家持续增加 其中发现英国变种病毒的国家增到94个 发现南非和巴西变种病毒的国家 也分别达到46和21个 英国周三新增12718个确诊病例 和738个死亡病例 全国整体感染率已经降到去年10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 首相强生当天再次表示 将在下周一提出谨慎的解封计划 使英国不再因为疫情而重新陷入封锁 非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南非 周三起展开全民疫苗接种计划 总统拉玛佛沙与部分医护人员成为首批接种疫苗的人 由于研究显示 阿斯利康疫苗对南非的新变种病毒效力极为有限 因此已经改用强生公司的疫苗 截至周三 南非的感染人数已经逼近150万人 超过4.8万人死亡 几乎占整个非洲死亡人数的一半 韩国周三新增621个确诊病例 死亡病例降到4人 当局计划在今年11月之前 为近4600万人接种中共病毒疫苗 以实现群体免疫的目标 但韩国医学协会主席认为 政府制定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日本坚持在疫情中举办奥运 如今再出现新问题 即将在三月份举行的火炬传递 在部分地区遭到抵制 岛根县再次明确表示反对举办奥运会 按计划 东京奥运的火炬传递活动 将于3月25号从福岛开始 途经全部47个县 历时121天传到首都东京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